平常都是和善的天使 跟他们相处起来就觉得 怎么这么好相处 好奇怪 一座幸福小组 都觉得他们是恶魔 恶者派来的魔鬼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征战绝对不是跟那些 血气之辈在征战 我们征战是看不见的 管辖幽暗事件 恶魔在征战 仇敌想尽办法提醒我们 我们有多糟糕 有多不好 我们信的这位神 是常常率领我们夸胜的神 今天我想我们就进入到 这个跨越的当中 我们需要明白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神会亲自的为我们征战 神会亲自的为我们征战 我们刚读到的第十节 这边有一段说 看到神的约会 必在你们前头过去 到约旦河那里 因此你们就知道 你们中间有永生神 并且你看 祂必在你们面前 感触这些这些所有的人 神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大大小小征战当中 为我们征战 率领我们得胜 基督徒之所以会失败 在征战当中会失败 不外乎就是这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我们常常用我们过去失败的经验 来定义现在的我 我过去错过 我这一次一定会错 我过去失败过 老师告诉我 我永远都会失败 我曾经在这个事情上面跌倒过 所以我每一次遇到这个事情 我就不想努力了 因为我就是这么软弱 我就是这么糟糕 仇敌想尽办法提醒我们 我们有多糟糕 有多不好 有多烂 有多软弱 就是为了让我们 好像相信他的剧本 觉得我们没有一个得胜的人生 但听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信的这位神 是常常率领我们夸胜的神 因此我们不是只是 在一个好像一个 过去失败的经验循环里面 你知道人生本来就会常常失败 你想想看 一个班上只有一个第一名 那其他不是都是失败了吗 是不是 我们就常常觉得 我不是第一名 我考得不好 我很糟糕 你心里想说 我从来没跟第一名比过 我们都是比后面的 不要最后就好 我们常常都是 在这种失败当中 然后每次联考 也只有几间是名校 也有几个是第一志愿 我们从小到大 人家都告诉我们 我们是失败的 我们比不过别人 我们很糟糕 但这些经验 我们就常常在我们里面 告诉我们说 这一年我们做不好 新的一年也别期待了 大概就是这样 人生就这样 我们不管怎么努力 反正以前失败 我现在就注定失败 这常常都是仇敌 欺骗我们的伎俩 这是第一个 我们活在那个 过去失败的经验当中 走不出来 但你要知道 神是率领我们 征战得胜的主 第二 我们常常不知道 其实这场征战的人生 真正的敌人 是撒旦 是仇敌 是魔鬼 我们轻忽了这场征战 我们把它当作 好像是我们 面对面的这些 同事也好 抢我们生意的 对手也好 家里面的丈夫也好 妻子也好 孩子也好 父母也好 我们搞错了 征战的对象 我们以为 我们每一天 在跟这些人 打仗的时候 这些人才是 我们的敌人 其实 你要知道 我们这一生当中 如果我们不知道 真正的敌人是谁 我们注定只有失败收场 所以我们每一天 都在跟妻子 跟丈夫 跟孩子在打仗 每一天都觉得 这些人是我们的敌人 每一天都以为 我们有钱了 每一天都以为 我们生活好过了 每一天都以为 我们努力了 我们做到什么职位了 我们就得胜了 其实这是完完全全 轻忽了这一场 征战人生的这种 属灵征战的战役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征战绝对不是 跟那些血气之辈在征战 我们征战是一个 看不见的 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幽暗世界 空中掌权的 恶魔在征战 所以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每一当 我们要做幸福小组的时候 就一大堆家里面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是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等到三月跟九月底 一次爆发 有没有 就每次都是要等 那你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为什么平常都好像和乐隆隆 就是三月跟九月 夫妻特别容易一点小事情就吵起来 家里面就是有一些大的事情就会发生 难道你不会觉得很奇怪 这些东西为什么只要我们 我们平常小组员都好端端的 平常都是和善的天使 跟他们相处起来 就觉得怎么这么好相处 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的人 好奇怪 一座幸福小组 都觉得他们是恶魔 恶者派来的魔鬼 怎么会这么难沟通 怎么事情这么难协调 怎么为了一个茶点 要跟你讲这么多遍 为了一个被蛇 要跟你联络那么多次 然后我们就以为 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争战的这些人 但常常我们失败收场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搞不清楚 其实背后有树林界的这个仇敌 在影响着我们看得见的物质世界 从新的一年第一天开始 你要清楚地知道 我们活在一个争战的人生 不是跟属血气的争战 不是太太是你的敌人 不是丈夫是你的敌人 不是周围的人 乃是我们要在灵界里面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都已经得胜有余了 相信你的派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Hallelujah 罗马书第八章37节 我刚刚念的就是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我们会得胜有余 与看不见的这个属灵征战 最重要的得胜关键 就是上帝的话 还有永不止息的祷告 靠着上帝的话 随时多方的祷告 并且我们在每一个时候 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属灵征战 我们就要认出辨别出来 我们怎么样靠着神的话 去攻破仇敌的谎言 怎么样靠着 取劳不停止的祷告 让上帝为我们亲自的征战 我们都要跨越这个约旦河 我们都有生命的挑战跟关卡 没有一个人在生命的这个道路上 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在跨越约旦河之后 还是会遇到刚刚这个经文里面讲的 比利西人 赫人 西卫人 格加萨人 亚摩利人 耶布斯人 这一路上都是敌人 但是这些敌人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乃是在灵界里面 上帝会为我们争战得胜 靠着上帝的话语 靠着不停止的祷告 我们会成为一个2020得胜的一年 再一次拍手把荣耀归给主耶稣 父亲和弟兄姐妹 请我们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光 不要只是看到物质界的部分 那还是一个 粗浅属灵婴孩所看的东西 我们已经长大成人 我们应该要认出来 我们在小组也好 做幸福小组也好 我们在家庭也好 在公司工作也好 在学校跟同学相处也好 你知道每一次都是仇敌 想要得着我们的这些争战的时候 我们不断的在这个争战的人生当中 怎么样让上帝为我们争战可以得胜呢 靠着祂的话 靠着不停止的祷告 过一个刚强又得胜的一年 Amen 因此上帝会亲自的为我们争战 上帝会在我们前头行